哈喽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为一场一万四千分少个零的电风赛 教大家杨尖炮王墨子该怎么玩 四个男人击杆枪 下了十手的就往对方脸上甩 啊,开局就非常的惨烈 演绎试着 这将是一场不平凡的电风赛 这边继续租了和江子牙对线 王墨子这个英雄吧,讲究的就是预判 看对面这个走位 江子牙很明显想要来震我 而我们中间还隔着兵线 并且我们潮潮的支援马上就到 那么该如何达到他呢 很简单,以不变因万变 当你们以为我在23赛季的时候 实际上这波我紧张26赛季了 呃,这都没弄死啊 问题不大 玩墨子吧,你还得会一个角色 那就像哲偶独献炮 那么想要把墨子玩出花样 玩出帅气的同学 这一招一定要多去训练场练习一下 这里我们顺势收走下路的葡萄 可到我去不解的是 我们的夏师傅竟然打不过一颗葡萄 这让我难以置信 看来不存在什么英雄压制 无非就是玩家压制罢了 于是接下来我们的夏师傅 跟鲁师傅换了个线 然而并没什么软用 因为软士者到哪儿都容易被捏 所以对面的三个四者 准备好 被我捏了吗 来别急一个个牌号队 先捏爆一个 这个射手不足为止 推一下 定住 大傻 弹性了 拉开 定住 好吧 再见 莫哥牛皮 总结一下 因为莫子这个英雄吧 他耗蓝极快 所以这个圣杯是一定要出的核心装备 然后目前是有两套大法 一套是半漏工具人 跟目前比较流行的漏盾 张蓝差不多 没什么输出啊 但是团战作用极大 适用于队友全是爆发流的英雄 一只管控制 剩下的交给队友 另一套就是我这种全输出型了 好 就非常的恐怖 没必要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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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已经死了 咋 你动自我已经动作 七色高官查留已经夸夸 呃 嗯 啊 啊 倘若大家足够的自信 我还是建议大家 我全输出的 简直就是非常的 呃 呃 非常 非常的 从容优雅的 张开双臂 拥抱胜利 body or a boy make a big noise flang in the street gonna be a big man sunday 对 咩